沙特阿拉伯卫生部二日通报,又有三人应感染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而死亡。 目前,沙特相关死亡病例已增至24例。 沙特卫生部说,这三例死亡病例此前都患有包括肾栓结在内的慢性疾病。 目前,沙特感染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已累计达38人。 自2012年9月至今,世界卫生组织已收到全球报告的确诊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感染病例51例,其中33例死亡。 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目前中东地区的约旦、卡塔尔、沙特以及阿联酋都有病例报告。 法国、德国、意大利、突尼斯和英国也有确诊病例报告。 其中包括从别国传来的和从中东地区回国后发现的病例。